北京牛街及其周边 售卖清真食品和回族生活用品 工艺品的店铺依然云集 牛街的特色小吃吸引了大批游人 北京本地穆斯林也习惯到牛街 购买清真商品 不过现在已经很难在街面上 见到阿拉伯文字的痕迹了 牛街路口的一家清真餐厅招牌 部分用绿色胶带遮挡 一家销售新疆和田玉的商铺招牌上 不知何故 新疆二字被移除 新疆两个字的痕迹还在 旁边一条街道 沿街不少店铺的招牌 被换成统一规格 销售民族用品的商店 既有回族名家的书画作品 也有各种介绍 回族民族文化 历史和宗教信仰的书籍 民族服饰和生活器具琳琅满目 店内播放着伊斯兰教讲经的录音 店主表示 门口招牌不允许出现阿拉伯文 但店内仍然可以展示 可以写中的 阿拉伯文不让写的 为什么不让写的呢 那不让卫生的 那你像卖这种 这个牌匾的这种 泰分资的就可以吗 可以 这个可以 在卫生里边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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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这也有吗 古兰经有中的 这青春寺现在还开放呢 这个寺它现在中心的 大概不让参见 它修设了 因为这寺时间也长了 那你们现在做礼拜在哪 礼拜里边可以 你们还可以进去做礼拜 应该是不接待的 一名销售牛羊肉的店主表示 政府宗教部门工作人员 要求店铺不得展示 含有阿拉伯文字的招牌 现在都不让的 这就是正常 什么时候不让的 最近 不让的 在街面里边可以有 街面上不行 然后以后咱们这个青春包装十年 只能有青春俩字 不能有卡拉里那个经文 国家有这政策 国家有这政策 那是为什么呢 人家国家的事就是不让有 这叫什么去沙华阿华什么什么 就是有专门的人来崇祝你们吗 对对就是宗教部门的 专门街道上专门不让人 一家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店的招牌上 打了一块圆形的补丁 折盖着原有的阿拉伯文字 店家面对记者的询问保持沉默 旁边一位卖切糕的摊主 只做出简短回应 北京市新闻办官员没有对美国之音传真函提出的相关问题做出回应 观察人士指出 近年来中国当局鼓励推行宗教中国化运动 去沙特化去阿拉伯化去泛清真化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目标 美国之音记者2016年8月曾走访牛街 三年过去牛街有了一些变化 当地清真超市经过重新装修 入口处迎宾墙壁上曾经有过的大字穆斯林的家 已经换上习近平语录 各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历史悠久的牛街清真寺据说正在整修 礼拜活动照常举行 但不对外开放谢绝参观 不过从围墙外发现 跟三年前对比 清真寺院内 如今平添了五星红旗和旗干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民族,很低音 外交人 ecos,十六子